警車抵達 十幾名外籍移工 聚集在民宅前的空地 超過十點 一群人還在吵吵鬧鬧 幾點了 幾點了 收起來 收起來了 我現在十 十點多了 對啊 十點以後就不可以這樣子吵了 用黑色大塑膠袋鋪在地上 一群人席地而坐 野餐烤肉吃火鍋 一旁還有燃放過的煙火空盒 但民宅正對面就是加油站 剛剛誰放煙火的 誰放的 我 你知道對面是加油站嗎 等一下如果爆炸怎麼辦 我對不起啊 新年放鞭炮是要嚇走年獸 但在加油站前放煙火 簡直要嚇死鄰居 這裡位在台南仁德區 外籍依工放年假 但是又吵又鬧 還在加油站前放煙火 還好警銷道場確認安全 不過過年大家都愛放鞭炮 家中有小朋友的要特別注意 過年期間很多人都會玩煙火 不過要注意了 像我手上的仙女棒 在高雄就有規定 十二歲以下小朋友不能自己玩 需要家長陪同 常見的仙女棒或是蝴蝶炮拉炮 有大人陪在孩子身邊就OK 但有三種類 即便大人在也不能給小孩操作 第一種是飛行類 還有升空類和摔炮類 業者更不能隨意販賣 過年期間都愛放鞭炮煙火 留在台灣的移工們也會湊熱鬧 消防局把宣導文宣翻譯四國語言 包含越南 泰國 印尼和菲律賓文 過年放假的好心情 可千萬別觸法 TVBS新聞過測 徐克成 宋阿娟 台南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